通话故事是我们每个人儿时最珍贵的记忆 它是最先传输给我们正确原生观 价值观的途径 有了这些通话里的正面角色 我们就有了学习的对象 效仿能标榜 可一部沉睡魔咒却从反面角色入手 以睡美人作为故事背景进行电影改编 以邪恶女巫背后的秘密全新创作 向我们见识了马林菲森那不为人知的过往 影片开始就介绍了摩尔森林的各种精灵 奇妙生物 以及这座缤纷世界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和美好时光 那是远离战乱的世外桃源 是不被外界染指的理想世界 可爱的仙子马林菲森使用魔法救活了枯萎的树枝 那是最纯真的帅心 她是美的代表 神的花生 直到小马林菲森遇到小斯大芬 两人惺惺相惜 彼此互情互爱 在最好的年华 遇见最懂对方的人 渐渐的 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马林菲森16岁得到了斯大芬的真爱之吻 便救死死定情缘 然而随着斯大芬野心的膨胀 人性中贪婪和自负越来越多的占据了她的内心 爱情满门片质 她虽然没有杀了马林菲森 却用铁链割了马林菲森的翅膀 这使得单纯善良的马林菲森彻底被伤害 马林菲森不再相信任何人 筑起了高高的荆棘之强 从此 摩尔森林也变得安淡无光 了无生机 艾洛公主的降生 让后续的影片的剧情和睡美人如出一辙 不同之处在于 马林菲森还会时不时出现在艾洛公主的身边 由一开始的讨厌 远离 在艾洛对她不断的亲近下 开始慢慢接受艾洛 看着艾洛甜美的面旁 点着活泼的性格 马林菲森冷漠无情的内心慢慢的被融化 她试图撤消魔咒 却再也无法改变 另一边的斯大芬却变得越来越暴虐 残酷 企图将马林菲森置于死地 即使心中的爱没有消散 却再也回不到当初的样子了 当两人兵戈相见时 马林菲森重获翅膀 斯大芬拉着她的翅膀 打算同归于尽 但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捉弄 自己摔到了城楼之下 可能那一瞬间 两人之间已经冰释前嫌 自由的恩怨也已经烟消云散了吧 艾洛得到菲利王子的真爱之吻 成为新的国王 还给世界的将是一片净土 得到的是再也没有战争迫害的新生 摩尔森林重新恢复为往日的乐园状态 精灵流动 万物复苏 一切形形象容 那是美好世界重新画发活力的模样 影片所传达出来的竹子如童话故事一般 那便是无论何时 善良 勇敢 信赖 都是美好世界的形象